在家里怎么养好红掌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红掌应该怎么养 那红掌是一个经典的开花植物 许多人都喜欢养一盆 它的花朵红通通的非常的喜庆 但很多人一养就发现 今年开花第二年就不开了 还容易出现黄叶黑叶的问题 越养状态越差 很多人不到一年就把红掌养死掉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养护问题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这种植物的习性 所导致的 那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详细的解答红掌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盘红掌的盆栽 我们来讲它的第一个习性 就是红掌的光照需求 很多新手养红掌很喜欢养到室内 都是在室内养 从来不让它见光 其实这是严重错误的 因为红掌并不是一种洗阴植物 其实它是洗阳植物 只不过比较耐阴 但耐阴不代表它洗阴 懂得我在说什么吗 那这种植物其实需要光照 只是不能接受烈日暴晒而已 但并不代表它不喜欢光 我们家里养红掌 像春天秋天冬天的阳光比较温和 一定要晒 如果不晒太阳长期养到室内 红掌是很难复花的 今年开第二年就不开了 所以一定要引导它给足它光照才开 那盛夏季节烈日的时候 你就给它遮阴 或者暂时搬到散射光的条件下去养护 不要接受夏日的强光暴晒 否则会晒伤 除此以外都要多晒太阳 这个就是红掌实际上的光照习性 好的我们讲它的第二个习性 就是红掌的浇水技巧 那红掌这个植物怎么浇水呢 很多花有都是掌握不好浇水方法把它养死的 因为很多人喜欢死寂硬背 什么两天浇一次 三天浇一次 五天浇一次 对吧 这都是错误的 我们给它浇水 一定不要死寂硬背天树 而要按照土壤的干湿程度 判断来浇水 怎么判断呢 我们浇水前用手按压土壤 如果发现它的土壤按压之后 是一种湿漉漉的感觉很潮湿 那么不管隔了多少天 暂时都别浇 因为里面有水 你还浇水 那肯定会浪根 那什么时候要浇呢 盗墓用手按压土壤 发现土壤非常干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的 你把水浇上 理解了吧 你采用这种方法 它就永远不会积水浪根 因为你每一次浇水都摸了土 确保它缺水 你才浇水 这就符合红掌对水分的习性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 红掌对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那红掌喜欢什么土呢 我们在家里一般都是采用 营养土来栽种红掌 这是因为红掌 它比较喜欢输松透气的土壤 所以营养土比田园土透气的多 我们就尽量用营养土来栽种红掌 那说完土壤的要求 我们再来讲一下 它对土壤酸碱度的要求 红掌呢 也是一种经典的血酸花 惧怕碱性土 如果长期在碱性土里栽种啊 红掌很容易出现大面积黄叶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家庭盆栽呢 一定要 你看 准备一些这个 这个就是硫酸亚铁 那为什么要准备硫酸亚铁 因为它可以给土壤调酸 我们把硫酸亚铁兑水稀释1000倍 然后呢 每隔一个月给红掌浇灌一次 这样就可以让红掌的土壤常年保持微酸性 这就符合红掌对土壤酸碱度的要求了 所以硫酸亚铁大家一定要用 好的 说完调酸 再来讲一下它的换盆 我们家庭给红掌养护啊 是需要换盆的 但不用太勤 一般呢 我们养到一年以上才考虑换盆 确保它的根系涨满才换 否则是不换的 换盆的时候还要注意两个技巧 第一个 换盆之前观察原来用什么土种的 换盆尽可能选择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 这样便于它浮盆 第二个技巧呢 就是换花盆不要一次把花盆换得太大了 原来的花盆多大 你换盆的时候就尽可能选择 比原来花盆大一号的就行了 不要贪大 否则花盆太大 土壤太多 很容易蒙根和浪根 好的 我们再来讲红掌对透气性的要求啊 红掌这个植物整体上对透气性要求都不高 所以啊 哪怕我们在封闭环境养护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比如说你要在这个封闭养台养 或者你要在室内养 OK 只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在室内养都OK 所以如果你是在室内盆栽 你就靠着窗户养 懂吗 靠着窗户就行了 哪怕通风差一点 对它影响都不大 但是大家注意一个技巧 就是如果我们养护的环境啊 通风性太差 非常的密闭 那么每次给红掌浇完水之后啊 最好要把窗户打开 通风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呢 可以有利于盆内的积水快速蒸发 避免出现蒙根和浪根的问题 好的 再来说一下红掌的施肥技巧啊 很多花有养红掌啊 它从来都不施肥 我告诉大家 其实这是严重错误的啊 因为红掌 它整个生长也好 开花也好 它是需要大量的养分的 每年都要开花呀 它每年都要营养 所以施肥必不可少 那怎么施肥呢 我们采用双季施肥法 分别是红掌的生长季节和非生长季节 那生长季节我们施肥呢 用两种肥料 第一种肥料呢叫做磷酸二氢钾 它是一种醋花肥料 高磷元素能够诱导植物花芽风化 所以它可以让红掌呢开花更多 所以这个肥料 这个肥啊咱们一定要用 第二种肥叫什么呢 叫HB101 这都是生长季节用的 那为什么用它呢 因为它是活力素 能够打破植物浆苗状态 促进植物细胞分裂 它可以让红掌根系茁壮 芽点更多 那这两种肥料我们在生长季节 需要混合使用 怎么用 我演示给大家看一下啊 您就能学会了 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需要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装上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呢 打开磷酸二氢钾 取一个小勺子 像这样 咬一小勺磷酸二氢钾 撒入1000毫升清水当中 快速搅拌均匀 促使它溶解 溶解了差不多之后 紧接着在1000毫升清水当中 滴入4滴的HB101 看好 1滴 2滴 3滴 4滴 好 4滴左右就足够了 这是高浓缩肥料啊 用量很少的 我们再一次搅拌 让两种肥料充分融合 当融合的差不多之后呢 我们在红掌的生长季节 每隔半个月 给红掌像这样浇灌一次 就可以了啊 半个月浇灌一次 你连续使用几次 就会发现 红掌它的生长速度啊 会大大的加快 开花的量也会大大的增多 效果非常的明显 好 这个就是生长季节 再来讲一下它非生长季节 也就是冬季 气温低 它不长了 那这个时候就不要用刚才的肥料了 换一种肥料 换什么呢 换有机肥 比如说这个羊粪肥 就是有机肥 为什么冬天用羊粪有机肥呢 因为冬天这种肥料非常温和 不烧根 不烧苗 不仅可以给红掌提供养分 还可以改善土质 让土壤疏松透气 肥沃不板结 用法也非常简单 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每隔一个月 取适当的羊粪呢 埋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一个月埋一次就行 然后开春之后 再换回刚才那两种肥料 明白吗 一年四季这么交替轮换来使用 那么你的红掌就可以年年都开花 好了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红掌 它的过冬技巧的习性 那红掌这个植物啊 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它是一种什么 热带植物 懂吗 热带植物有什么习性啊 怕冷 所以红掌非常怕冷的 低于10度就容易冻伤 长期低于5度呢 则容易冻死 所以冬天我们给养红掌 一定要学会干嘛 给它保温 理解了吧 一定要在室内过冬保温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否则很容易冻死它 那冬天第二个注意事项 就是要给它加湿 因为它非常喜欢湿润的气候 惧怕干燥 如果冬天啊 因为冬天本身就干燥 大家都知道啊 尤其是北方花有这个问题更严重啊 因为北方花有啊 他家里啊 冬天有暖气 对不对 一开暖气 干燥的不得了 那红掌如果长期在这种 极度干燥的环境下养护 会出现大面积黄叶干尖和卷边的现象 所以在冬天我们要学会给它加湿 怎么加湿呢 你准备一个喷壶 每天早晨起床 给它叶片像这样喷上雾水 傍晚太阳落山再喷一次 一天至少喷两次 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加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叶干尖和卷边的出现 这就是第二个技巧 第三个技巧呢 就是我们在冬天要减少浇水量 因为冬天气温低 它的生长代谢缓慢 蓄水量减少 这个时候你还大量浇水 很容易造成根系冻伤和浪根 所以冬天我们要等它盆土干透了 少量的给它补水就可以了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红掌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我们下堂课程 再见了 我们下堂课程的转换 我们下堂课程的转换 我们下堂课程的转换